台積電跟華為這件事情 跟所謂的 大家對北京的孤立 跟世界的同盟是有關係的嗎 是可以一起看的嗎 好 這個是好問題 因為這就不太內容不太相同 因為是一個是美國要去制裁中國 他拿華為做一個標題 就互相制裁啊 那當然這裡面呢 中國之前因為有跟美國說要買2000億 的美金的農糧食品 包括牛肉在內 但是曾經在上禮拜的時候 曾經跟美國商量說 他們可能買不了那麼多 那希望這個能不能減少一點 那川普是直接回答一句話 門都沒有大概這個意思 那後來那天晚上 就是川普這樣玩的那個晚上 就是中國的時間的白天 立刻就說沒有沒有 這2000億美金我們會照買 那私底下就跟這個美國妥協了 但是以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中國的缺糧狀況 一直到目前沒有解決 他們的物價還是維持高達3.6%的增長 雖然比以前的4到5有稍微降下來 但是還是高物價 但是問題是中國的人民現在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失業率 跟他的這個薪資所得 基本上已經沒有辦法容納 這種容納這種比較高物價的水準 所以他今天拿到澳洲出氣 基本上是對他們自己國民來說 恐怕是傷害 為什麼中國那麼喜歡吃什麼竹鼠之類的事情 不是竹鼠好吃啊 而是中國在過去這兩年有計劃的 在各個地方 行這些農民來養殖竹鼠 因為他的食物不用太多 長得非常快 而且還教大家怎麼吃 甚至有些地方來補貼 竹鼠是一個什麼東西 類似番鼠嗎 肥老鼠 肥老鼠 這麼大隻肥老鼠 那吃別人補好了 吃肥老鼠 沒有 那他們就是蛋白質來源 對 中國農村很多人只能吃了其他 田鼠類似那種東西對不對 類似田鼠 對對對 那這個東西你知道 中國大陸最高曾經補貼 就是農民沒養一隻竹鼠 補貼120塊人民幣 真的 好多 他們就是要去彌補豬肉的缺乏 這是他們現在越到的問題 因為現在那個那個 非洲豬瘟到目前為止 到底解決了也沒人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豬肉 因為豬肉關係 使他墓價大幅上漲 他們尋找其他的這個 肉品替代人員 所以上次好像是澳洲政府嘛 就又指責他說 你的私信市場 就是私信市場就是有屠宰的 又重新開了 甚至說野味又上桌了 中國現在糧食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一個大問號 到底食品夠不夠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稻田 稻米是確實不夠的 所以它必須跟泰國越南進口 但是現在泰國越南已經不進口 所以它做這件事情 我其實蠻好奇 其實會害到自己對不對 萬一自己澳洲乾脆不進去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如果它用反傾銷方式 要對這個中國計73% 3.6%的這個關稅 雖然沒有錯 會確實 因為現在的這個澳洲呢 已經是準備是秋天到冬天嘛 所以這個賣呢 正在收割當中 但是賣你曬乾完還可以存續一段時間了 只是說農民比較辛苦 所以澳洲政府 應該會用去補貼的方式 來補貼這些農民的損失 或者直接把它這麥子呢 先收起來 但是我要談一件事情說 其實澳洲政府是可以去WTO去控告 這個反傾銷稅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計算農民的損失 那這個農民損失計算完之後 如果它在WTO真的是過了 因為這個賣片價格其實是有 大家可能中國不知道 賣片價格基本上是有那個期貨市場價格的 它是有市場供訂價格 所以你很容易證明你的賣片的價格 有沒有低於市場的 Market Fail Variable 就是市場就是正確的價格 平均價格 所以如果今天澳洲去了WTO 然後WTO判中國這個反傾銷稅是不存在的話 那你知道嗎 中國必須要賠償這一段時間的損失 這是要的 因為之前沒有錯 因為之前美國跟歐洲就發生了貿易糾紛 那麼歐洲有禁制美國的商品 然後美國去WTO控訴歐洲 後來歐洲敗訴之後 他們現在大概欠美國大概是70幾億美金 所以以後他的商品都要責讓的 所以這不是中國說了算 我覺得中國有時候他在玩這些遊戲 你覺得很可笑 結果害到自己 我寄個簡單的例子 不是美國對中國提高關稅嗎 那麼中國也跑去WTO去告美國 那美國怎麼做 美國就不提名律師 所以他們現在WTO是空轉 就是中國去告的時候 這律師都沒有辦法作業 所以逼著這個WTO的主席 在WHO成立之前就先辭職了 因為做不下去了嘛 所以國際是有國際的路 不是你China路 OK 這是國際是有國際影響能修 Business 有道理 Follow rules OK 所以這個實在是可笑至極 你可以顯示中國的這種小家子 小家子氣 他寧願讓中國老百姓餓肚子 他也不要讓這個國際有一個公理 那你剛才講到就是有關這個台積電的事情 其實台積電並沒有承認他沒有就是沒有接受華為新的訂單 這個他沒有講是由日經中文報來說的 那這個事情呢 我只要講結論就好了 華為完蛋了 真的 Game Over 因為華為好像把這98%的晶片都來自台積電 而且不是 而且你知道嗎 他不是有一部分要把晶電交給中興半導體嗎 但中興半導體用的技術也是美國的技術 所以中興半導體也不能讓他代工了 那聯電根本不用了 你知道格羅芳德因為這個消息就說 立刻撤出中國 所以他沒有任何代工了 那現在最新的發展事情是連三星LG海力士 可能都不能賣給中國了 所以現在狀況的事情是東西都賣 你那些5G沒有這些軟體 它就是一個空殼子 如果沒有台積電 你可以看到中國現在大概的那些所謂的那些基地台 就是一個鐵盒子而已 它沒有功能的 這才是影響最大的地方 所以華為玩完了 華為已經是Game Over了 所以我可以說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也玩完了嗎 是 它的晶片產業全完蛋了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蓋個房子 你現在看到我們3D蓋得很高 可是它沒有注意到3D在蓋的時候 它是有一定的工法是往下蓋的 那我們蓋好的時候都不知道 原來下面有個基礎建設 其實我們現在不論是聯發科 台積電還是三星 還是這個海力士 不管他們誰 他們最基本的那個軟體的IP架構 是只有美國兩家公司提供的 全世界都一樣 川普現在握著這兩張牌 他隨時可以打出來說 他們不能提供中國的技術 那你知道為什麼全世界 哪個國家做的晶片 大家都可以互通嗎 就是因為你用的基本架構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樣講華為是玩完了 也就是說現在我這樣講 當時俄羅斯跟美國打冷戰 打了將近有20年 日本跟美國打冷戰打了10年 後來得到的事情是 就是消失的 就是墜落的日本嘛 那我看中國應該是跟美國打 他是沒有那麼快 就是一下子就game over 你沒有 我請問一下 你沒有華為 你沒有中心你的5G的幹嘛 這才是關鍵 你故事都結束了 他現在還要執行說 這疫情結束 他們要做新基建 新的基礎建設 只能就是要做5G物聯網 那你連基礎晶片都沒有拿到 所以這個川普的態度很清楚 你就不要做晶片 你要買晶片跟我們高通買 你要買晶片跟我思科買 你要買晶片就跟我們的伯通買 你自己不要生產了 所以他整個大架構 是這樣子的 那他也給一個糖果 就像是Viva 還有這個小米 這些給你一個機會 說你還是可以跟這個 還是美國商品可以買 就有一個豬隊友 這個中國什麼什麼聯的那個蛇 就是進入他們的鼻孔出氣的 他就說一句話說 他要你打我小兄弟 我要報復你 你怎麼報復啊 中國最慘的事情 他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是沒有的 那個時候習近平是被拿去下放的 習近平的光輝的十幾年 是在山西的小農村在做事情 他小學沒畢業 國中也沒畢業 高中也沒畢業 他根本沒有念書 所以中國現在內心所謂的精英分子 當時都在下放 所以我們更不知道做這個世界怎麼回事 而且你知道嗎 中國的科學家也不會跟習近平說 我們基礎物理基礎化學不行 講了不就被砰掉了 所以我這麼講一句話 這個川普的牌還沒打完 這一張一張打 我看習近平真的是 他也只能欺負澳洲 如果果大了澳洲也決定一件事情 你補牛肉不賣 我們減產牛肉 牛肉由這個政府來供應的話 你只靠美國的牛肉 我跟你講最後中國連肉都沒得失 其實所以現在中國面臨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叫糧食危機 剛剛傑銘哥講的嘛 第二個是華為積積了之後 他的高科技產業可能也積積了 但我